反對派很喜歡賣弄一些道德高地上的名詞 說到此是而非,令到很多人都墮入陷阱 而最表表者的就是政治中立這四個字 它令人感覺好像不偏不倚,好像是報辭 於是,公務員對黑暴不法一言,是因為政治中立 大學校長不敢譴責暴行,是因為政治中立 中學老師不能阻止學生在校內唱港獨歌,因為政治要中立 而警察拘捕違法達義的暴徒,就違反了政治中立 想心一層,政治應該中立嗎?會中立嗎? 其實政治一定是有傾向的 民主黨和共和黨,保守黨和工黨,你站在哪一邊,你的政治就不會中立 而不站邊,只是站中間的,就是因為他選不下手 或者是他不懂選,不想選,沒有興趣選 這種狀態不是叫做政治中立,最多叫做政治冷感 如果說警察和公務員要政治中立,就更可笑了 摸一下警帽上的驅徽,抬頭看下辦公大樓上的楊子晶標誌 公務員為誰效忠,這就是你的政治取向 你可以個腦好黃,心好黑,你可以和朋友喝大兩杯罵政府 但你如果背負著公務員的身份,你就要效忠國家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特區政府 拿著庫房的俸禄,政府的福利,你就沒有資格說政治中立 知不知23年前,每一個政府部門上掛著誰的肖像?是英女王? 在我王萬歲的日子,香港人有權講政治中立嗎?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這四個字的緊箍就始於何時,出自哪一個人的口? 上年在一個公務員的反政府集會裏,有個拿著十多萬長諷的前高官王永平的站台說 他說,政治中立是我寫的,所以我有資格說 今天你們來集會,完全沒有違反政治中立 王永平是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頒查他2004年6月9日,在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說政治中立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公務員政治中立包括以下幾個元素 第一,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是建基於效忠政府的責任 第二,公務員應該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尽忠 第三,公務員必須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坦誠而清晰提出意見 第四,在政府作出了決定後,無論你的個人立場是怎樣 公務員應該要全力支持,將決定付諸實行 而不應該公開發表個人意見 第五,公務員應該協助主要官員解釋政策,爭取立法會和市民的支持 看完政治中立發明者黃永平的解說,你們還相信政治中立這回事嗎? 今日黃永平用政治中立這四個字,煽動公務員出來對抗政府 但他沒有說政治中立的大前提其實就是效忠這兩個字 政治中立的美麗謊言應該到此為止了 公務員首則第三點七條,政治中立有很清楚的解釋 他說,不論本身政治信念是怎樣,公務員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和政府完全忠誠 並揭盡所能,履行職務 所以我建議,公務員如果不效忠政府,一律要炒入獄 而退就休,拿著長逢反政府的,亦都要終止他的長良和福利 好似陳方恩生、黃永平這種人 吃著文膏、反政府、反國家、顛覆社會 就應該第一個斷他的長良示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